OK 各位同學大家好 I'm Cindy 我是Cindy老師 接下來我們看到上一次這個單字呢 我這邊例句還沒有講 Distinguish 就是辨別 Distinguish a from v or distinguish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辨別是非 那我講到就是說 distinguished 這個地方 ed 它的發音是無聲的字音 t 那這個意思就是卓越的或者是著名的 知名的 famous 的意思 非常著名 or notable remarkable 等等 看到例句 Jane Austin was a distinguished writer who wrote romantic novels Jane Austin就是 Jane Austin 那它最著名的小說就是傲慢與偏見 Pride and the project does OK 它是 這個女性作家大概是在 在18世紀的時候的英國的一個作家 它的書真的非常的好看 它是一個非常知名的作家 who這地方是關帶 形成一個西洋詞子句 它寫romantic novels 就是浪漫小說也就是愛情小說 那這個Jane Austin裡面 這個我剛剛講到這傲慢影片 大家應該都很都知道這個 Meter Darcy 就是達西先生 OK 它就是一個英國盛世 英國盛世的一個代表 我們看到第17個 plunge plunge 這個plunge呢 它本身就是有這樣子 突然墜落 還有就是比方說這個 另外這個plunge當作名詞的時候 比方說這個馬桶堵塞的時候 我們就會拿那個plunge 然後就是這樣在那邊壓這樣 讓那個馬桶 疏通這樣 疏通那個馬桶 所以這個plunge 另外一個比較正式的意思就是 它有使陷入困境或者是投入 投入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掉下去 這樣 這個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解釋 to make someone or something experience a difficult situation soudly to fall or jump 使得抹人或抹事呢 好 experience 這個地方是動詞 原型動詞就是經歷或經驗 經歷 一個困難的處境 soudly 突然之間 所以它是突然間陷入一個 不是很好的狀況 這樣 to fall or jump 就是掉下去或是跳進去 這樣這個動作也叫做plunge 比方說跳水 這個就是plunge 然後看到例句 a civil war will definitely plunge a country into Caius a civil war 這個civil呢 就是人民的 所以就是變成 人民之間的戰爭就是內戰 definitely 就是一定的 一定的會使 一個國家 進入混亂 plunge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 ok 使一個國家陷入 Caius Caius 請你卸上混亂 再來看到這個例句 第二個例句 on hearing the whistle over the swimmers plunged into the pool on 這個地方是戒系詞 這個地方也是down的意思 這個戒系詞後面就是加上動名詞 當聽到這個 whistle就是哨聲 所有的游泳者都跳步 plunge into plunge into the pool 都投入跳入那個游泳池 我們看一下解析 這個解析的部分大家看一下 他另外還有的意思叫做驟降 這個請你寫下來 或者是跌落 就這樣比方說這個 某一家公司的股票突然大跌 這個也可以用plunge 好 所以同一字呢 像fall就是掉下去 dive就是潜水 go down 就是往下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例句 這個第二個 on into the global economic recession 全球的economic recession叫做經濟蕭條 經濟衰退 好經濟衰退 the company's profits have plunged over 50% 好這公司的營收跌落超過 直指的大跌跌落將近一半 50%就是50% 再來plunge也可以當作名詞 他也是有跳入猛跌跟驟降的意思 好 好 那請你注意就是他如果有介系詞的話 就是用into 好 比方說 we were all surprised by his sudden plunge into marriage 好 他的 我們都很驚訝呢 然後驚訝於他突然就這樣投入婚姻 就突然就結婚了 閃婚 OK 再來看來 看來plunger 好 剛剛有講到那個plunger有沒有 plunger就是什麼 他也可以就是我剛剛講的像當活塞 然後或者是通馬桶的那個橡膠吸盤 這個把它寫下來 橡膠吸盤 這個叫plunger OK plunger 再來請大家看到第18個 f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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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ver就是發燒 發燒 來看到這個解釋 a high body temperature that implies sickness 就是體溫很高 然後呢 代表著生病的 implies就是暗示著可能是生病的 來看到例句第一個 the symptoms of this disease include fever, coughing and weight loss the symptoms 這個symptence就是症狀 這個疾病的症狀包括 include的動詞 包含 包括 fever就是發燒 coffing就是咳嗽 還有weight loss就是體重下降 再來看到例句二 tether has a fever and a sore throat because he caught a cold 好 他有怎麼樣 has have a fever叫做發燒 have a sore throat叫做喉嚨痛 這個都學過了 請你自己寫下來 因為他感冒了 catch a cold catch a cold catch a cold是過去式 我們看一下解析的補充 通常講到發燒了要請病假要怎麼講呢 這地方有 大家來看一下 take took a one day sick leave 這個地方呢 took是過去式 用take take a one day 就是請一天的病假 seek leave 就是病假 發高燒我們可以說 have a bad or serious or slight 就是稍微的 fever 好就是稍微發燒 那如果你 這個地方你還不清楚的話 你可以把它寫下來 再來我們看到第十九個 第十九個 figure figure 這個figure呢 可以當動詞也可以當名詞 動詞的話有揣測的意思 那當名詞的話 可以當作數據或者是人形 圖形 這樣我們先看到這顆用法 我們這顆用法 它是人形跟圖形的意思 它是可數名詞 好來看到這個解釋了 shave of someone or something shave就是形狀 我們看到例句 strange figures are often seen in this surrealist painter's work strange figures 就是奇怪的圖形 就是奇怪的圖形通常被看到在這個超現實主義的主義者 超現實主義者 超現實主義者 畫家 畫家的作品裡面 surreal 這個有沒有看到這個real 就是真實 sir sir就是超出 超出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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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 realist 就是超現實主義者 的 OK 超現實主義的畫家 大家會想到誰呢 有沒有聽過達利 就是他這個翹鬍子 八字虎 這個很有名的一個鬼才 一個鬼才 畫家達利 那他很有名的 就像是什麼 那個鐘 他會歪歪歪歪歪歪歪的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解析 除了當人形、圖形之外 還有財務報表的數字 甚至是人物 人物 所以在figure這個字來講 他就是 他 他常常用 就是他的意思常出現 就是在 數字 數字 或者是 數據 這樣子 比方說 第12 這個figure 12 on page 2 lists the major the major scenic spots of the horizon 這個figure 12 就是圖表12 在第2頁的圖表12 他列出了這個島嶼的主要景點 再來看到這一個 the total figure of the company's profit remains a secret total figure就是 全部的數字 這個公司的營收利潤 它仍然是一個謎 是一個謎 這樣 再來呢 人物呢 a female figure 比方說 真實的人物 或者是 講到 小說裡面的人物 figure 也是可以 我們來看到 Far away down the road I could see a female figure 叫女性 coming towards us 就是朝我們走過來 再來比較重要是這個 figure當作動詞的時候 它有計算跟猜想 計算跟猜想的意思 所以它可以當計算 計算數字 因為前面我們剛剛講到說 它可以當作數字 所以它也可以當計算 比方說 Larry is busy figuring his expenses for the last month Larry正忙著去計算他上個月的什麼 expenses就是花費 生活的花費 那另外呢 figure就是我猜想 I figured 或I guessed 都可以 I figured that David was drunk and that he shouldn't be allowed to drive 我猜想他醉了 所以他不應該開車 開車 再來呢 figure還有另外當扮演 扮演或者是主演 這樣子 演什麼樣的角色 He won't figure in the second act of the play 他在這一齣戲的第二幕 並不會演出 這個叫figure OK 再來我們看一下幾個搭配詞 Keep one's figure over lose one's figure 這個叫保持身材 或身材走樣 失去了曲線 再來figure out 這個常常看到 就是想出或理解 我猜想 我實在 搞不清楚 I can't figure out I couldn't figure out 什麼事情 I can't figure out Why Linda doesn't want to talk to me anymore 我實在沒辦法 我實在搞不清楚 為什麼 Linda不再 就是不再跟我 講話了 這就是figure it out 我有時候 OK Figure it out 讓我們一起來 想辦法吧 這樣子 好 這個字呢 其實用法非常的多 我們再來看到第二十個 circumstance circumstance 好 circumstance 同學這個字不是第一次看到 circum就是圓圈圈 circle的意思 好 circle 那stance就是sting的 就是站 就是站 然後你在那圓圈圈裡面 就是講你周邊周圍的什麼 你站在這邊 好 在這圈圈裡面 所以講這個周邊周圍的 情況跟處境這樣子 好 那通常呢 你看他說 使用複數 表示情況跟處境 A condition or event that affects the situation 一個狀況或條件 甚至會影響一個情形的 Effect 這就是動詞影響 我們看一下例句 the father told the children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ould lay open the door for strangers 這個父親告訴孩子們 什麼事情 這個底下這件事情 是一個名詞子句 那請你注意一下名詞子句裡面 這個under no circumstances 這個地方呢 它是一個否定的父詞 否定父詞叫絕對不 否定父詞 絕對不 否定父詞放句熟 主要指句要倒樁 好 什麼叫倒樁呢 也就是主動詞顛倒 形成一個問句的心去 好 所以呢 在任何的情況下 他們 就是這些小孩 本來是should 對不對 本來是should 但這地方有個no 有沒有 所以你這地方只能用should should lay open 他們都不應該替陌生人開門 好 OK 有看懂這個句了嗎 好 這個地方呢 請你再寫上倒樁句 否定已經在前面了 在那個no under no circumstance 裡面 我們看到解析 好 那在circumstance呢 它通常的 同意這項condition 就是條件 那status就是 就是這個狀態 或者是地位 這個叫做status 那我們來看一下幾個用法 under or given the circumstance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 在什麼的情況下 I had no choice but to accept his request 我沒有辦法 只能夠接受他的要求 好 前面已經有了 注意一下這地方 都是復速性 就是絕對不 請你再寫下這個形容詞 circumstantial circumstantial 就是 與情況有關 也就是說 和周圍的 周邊的 環境有關係的 好 我用在哪呢 這樣我們講到間接證據 不是直接證據 好像在 調查一些案件的時候 發現只有circumstantial evidence 這就是周邊的一些證據 就是 間接證據 來看到例句 the judge ruled that all the evidence was circumstantial rather than conclusive so the defendant was free to go 這個 法官裁定說所有的證據都是什麼 都是間接的 而不是conclusive conclusive就是 有決定性的 有結論性的 這個叫做 直接的 有結論性的 所以 這個被告就被釋放了 free to go 再來看到 第21個 afterwords afterwords after就是在之後 words這個本來就是有方向 朝向的意思 朝向的意思 所以就是 這是一個副詞 就是之後的 後來的 after latter time after就是之後的 後來的 來看到例句 unhappy couple gets separated or divorce usually comes afterwards 當一對不快樂的夫妻 夫婦 couple 情人或情侶或夫婦 get separated 就是分開的 分居的 這地方就是分居的 divorce就是離婚通常就會 就會接著過來 comes afterwards 就是接著過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解析 在解析的部分 我們看到在afterwords 就是之後的 那word就是有朝著什麼方向 所以呢 上backwards就是向後底 forwards就是向前底 downwards就是向下底 upwards向上底 eastwards waswards nourswards southwards 這個就是 向東底 向西底 向北底 向南底 ok 所以你只要記住 這個words 它就是朝往什麼方向 其他一次類推 我們再來看到22 misfortune misfortune 這個字怎麼變呢 這個fortune本身就是有 命運 財富 好運的意思 所以miss就是什麼 命運走歪了 不幸 這樣子 ok misfortune就是相反詞 不幸 那fortunate就是什麼 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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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tunate 這個是形容詞 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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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ky的意思 我們看到這個解釋 something resulting from bad luck 就是模式是從不幸導致的 好我們看到例句 it's not ask you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misfortune of others 這件事 it是虛組詞 這件事是not ask you 這個ask you 就是道德的 道德的 好這件事是不道德的什麼呢 take pleasure in 這個片語呢 還蠻重要的 就是一點點點為樂 就是看到別人過得不好 就覺得很開心 這叫take pleasure in 好 以別人的不幸為樂 就是幸災樂禍 這件事是不道德的 來看到第二句 stubbornness usually leads to misfortune stubborn這形容詞就是頑固的 ness是名詞型也就是頑固 固執通常會 this lives to就是導致 好等於cause 導致不幸 我們看到這個解析 解析的部分 misfortune 有沒有 請你寫下這個同意字 第一個就是bad luck bad luck就是不幸 adiversity 這個請你寫下來 這個也是不幸 mishap也是都是不幸的意思 通常也有帶有 就是逆境啊 災 厄運啊 災厄這樣子 好這個叫做 adversity 還有mishap 好那fortune的話 剛剛已經有講 就是說fortune的話 就是有好運 或者是命運的意思 好另外就是財富 那算命師就是什麼 a fortune teller 就是告訴你命運的人 not knowing what to do Jerry consulted a fortune teller consulted就是諮詢 諮詢一個算命師 再來fortunate 大家會的就是很幸運的 那unfortunate就是不幸的 fortunately 幸運的 這個是副詞unfortunately 就是不幸的 你只要寫你不會的就可以了 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用法呢 比方說have the misfortune to do something or for doing something 就是說不幸遭遇到某事情 比方說來看到例句 the victim of the car accident had the misfortune of dying in the hospital 這個車禍的犧牲者呢 不幸遭遇呢 就是死在這個意願裡面 好再來 have the good fortune to do something 就是有幸能夠如何如何 來看到例句 can has the good fortune to have Jesse as his wife can有幸能夠娶 Jesse為太太 ok這個地方你大概知道用法就可以 因為都是複襲 好再來看到第二十三個 第二十三個skeptic skeptic skeptic 好這個字呢 是名詞型 就是懷疑者 什麼懷疑者呢 比方說一個人呢 對什麼事情呢 都覺得不容易信任 然後都會覺得懷疑 比方說 比方說 我們常常可能會懷疑政府講的 或新聞媒體講的 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 這樣子 好抱持一個懷疑的看法 好這個叫skeptic 好這樣 好我們看一下 這個解釋 a person who tends to adopt the truth or value of an idea or claim 好一個人呢 他tend to 這個就是傾向於 這動詞就是容易去做什麼 傾向於懷疑這個事實 或者是一個想法或聲稱的價值 比方說我們也可能會懷疑說 OK 這世界上真的有神嗎 這個也是一種宗教的懷疑者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例句 skeptics thought that the problem of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was far more serious than the government had claimed skeptics s 懷疑者呢 注意一下它是可屬名詞 所以一個s 他認為說底下這件事情這個是名詞子句 名詞子句 他認為說這個核能發電廠的問題 was far more serious than more than 有沒有 好 比較即 far是程度副詞就是多的多 好更為的嚴重比起政府之前所聲稱 這地方had the claimed 這是過去完成式 had the claimed 就是之前所聲稱 好 那因為那這裡有個salt有沒有 這個就是早於這個salt這個時間點 我們看到右上角 這個地方呢 他的形容詞就是skeptical 就是對什麼什麼感到懷疑的 這樣 我們看到例句 Alex is skeptical about any promise that politicians has made 他對什麼什麼都感到懷疑 對於任何的承諾 好這是選舉前的所有的承諾對不對 好然後呢let這個地方 是關帶去修飾這個promise 好就是這個 the that's politician 就是這個 oh sorry 這個that 這個地方這個that 不是 that's the 這個that是說 that's politician 就是the politician 這個關帶省略了 好 這個關帶已經不見了省略了 好就是說這一位 這一位政治 這個政客他所做的承諾 好 make a promise make a promise 好我們看到解析 那這個字呢好就是懷疑的意思 好像這個skeptic skeptic skeptic 就是懷疑的人 懷疑的人 那就是doctor 這個dopt 本身就是動詞就是懷疑 本身就是動詞就是懷疑 懷疑什麼什麼事情 所以加個er doctor就是懷疑者 懷疑者 john is a typical skeptic skeptic 所以他是一個很典型的懷疑者 就是他不相信別人所長的 別人講說 他就說是嗎 這樣嗎 就會質疑這樣 好那skeptical 就是對什麼懷疑 來請你寫下這個同意字 就是doptable 就是從這個dopt過來的 我再寫一次 dopt 然後加個形容詞字尾 distrustful trust就是信任 distrustful就是不信任的 suspicious就是對什麼什麼感到懷疑的 好對什麼感持著懷疑的態度 來請你把這個寫下來 hold the skeptical attitude toward 好 這整個 對什麼什麼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然後加個ly就是懷疑的 最後這地方這個可以寫下來 skepticism skepticism 我們知道這個ism 這個ism就是什麼什麼的主義 那這地方就是懷疑論者 懷疑論 或者是懷疑的態度 好我們看一下例句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allians have met with a great deal of skepticism 好那爭論呢爭論什麼呢 就是外星人是否存在呢 他呢其實有遇到了很多的懷疑論 skepticism 懷疑論 懷疑的態度 好那我們這邊講解先到這裡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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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